先看那個篩图 大家好 我們做Francis 由開始助手之前 我們看看政改的內容 究竟我們香港經常說 我們要邁進民主過程 我們首先要看看政治價格是怎樣 香港的政治價格其實比較特別 表面看起來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 但實際上我們經常聽到 或者在傳媒上聽到 港府的領導版是所謂的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所謂行政主導原來在基本法裏 是沒有說明有行政主導這個政治的詞語在裏面 所謂行政主導實際上就是在說 以前在英政府的時候 讀書他就身兼這個行政立法部門 他可以全權去負責所有東西 有了所有的負責權 回歸了之後就把立法這個部分 就肯定拆出來 但是有甚麼不同呢 跟美國或者跟英國的不同 就是根據基本法第47條 立法會的議員 他所提出 總之涉及到有關政府政策的議案的時候 他原來是要得到行政長官一個書面的批准 一個同意 他才可以提交的 換句話來說就是 其實行政長官有權在這個議員提出 所有有關涉及到政府政策的議案的時候 未提出來他已經可以先否決他 第二就是政府提出來的法案 就很特別 只要在席的議員全體過半數通過的話 即過半數通過的話 政府的法案就可以通過 但是議員提出來的法案或者議案 和對於政府法案的修訂案 就需要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組的議員 同時過半數通過才可以通過 簡單來說 就是說行政長官有一個很大的否決權 在立法會的議案和法案裏面 即使議員所提出來的法案 或者對政府法案的修訂案 所提出的任何的修訂 到最後原來行政長官都可以否決的 不過暫時來說 就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如非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的時候 議員就不可以提出 有關於政府法案的一個修訂 這個所謂不可以對於政府的法案修訂 是要涉及到 就不可以涉及到所謂的公共開支 但是就不包括這個財政預算案 那有些甚麼例子呢 我想大家記得這個訂招事件 當然是甚麼事呢 就是特首就講明說 要在這個加三個金的時候 提出這個所謂的叫做入息審查 這個是政府提出來給立法會的 議員就不可以對於 他提出這個所謂的 入息審查是否決定的 所以就導致了以後的事就是 憶民定招 然後曾日權就出來說 理性的討論 就被這個感性的討論覆蓋了 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要清楚看得出 這個就不是議員 或者不是毓民一隻招 就否決了曾日權那個議員 而是曾日權自己撤回回去 那麼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講政改這個問題 那為甚麼政改呢 我們就會看到就說 要需要在籍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 才可以通過到呢 原來政改這個文件 就是所謂的憲制性文件 那憲制性文件是甚麼呢 就是基本法 基本法的修改 那基本法規定了 只要你要對基本法作出修改 立法會是需要三分之二的票 大概是四十截到 那才可以通過到的 那上一次零五方案的時候 就有三十四票是贊成通過政改方案 而有二十四票就反對 換句話來說 他就得不到三分之二的票 去通過這個政改方案 形成到歸立了以上的幾點 簡單來說 就令到立法會有票就無權 而特區政府就是有權就無票 那我們看回我們上個禮拜那個高鐵的撥款 很明顯就是政府在這個方面 它是有權可以令到立法會通過了議論 但是實質上它是拿不夠票 為甚麼拿不夠票的原因 就是它是得不到大部分的市民去認同 所以就令到所謂政府就有權保票 這就是立法會和行政關係之間的關係 行政部會呢 我們說回到最後就說 包括有行政長官、行政會議 行政長官對下就有所謂的三思十二局 立法方面就有立法會和區議會 區議會主要是服務一些比較地區性的問題 但是他們是不會有立法的權力的 那司法呢 包括是終審法院 那我們比較獨立一點 所以香港這個所謂政治靠 我想是全世界獨有的一個所謂 行政主導三權分立 集於一身贏的一個體制